4127厘丢丢 三征路的对面这边是苏州大学 我现在在这个地方就是仓街 原先现在这边是个地铁口 地铁口对面这块地方原先就是第三监狱 就是苏州是一个监狱 后来搬掉了 随着城市的扩大 苏州监狱的地方变成寸土寸君的地方 现在变成一个房地产别墅项目 哇 紧开着这个香门 地段是挺好 但是不知道这块地上有没有怨气 好 仓街 那么苏州人有一句话叫做 吃杀太监龙 讲的意思就是太监龙 那边都是吃饭的饭店 新飓风 老振兽啊 老振兴啊 龚德龙啊 王寺酒家啊 清华酒店啊 松鹤楼啊 得月楼啊 这些都在风向 所以都是吃饭的地方 叫吃死太监龙 然后呢 赛斯十玄街 十玄街以前是没有树荫的 所以走在十玄街上呢 尤其夏天啊 特别特别的晒 那穿沙就学前 穿沙就学前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买衣服啊 就得到就学前去买 因为那边啊 都是丝统店 哇 现在这边都是工地了 这边的房子可能龙面价都要三万 三万多来 这个盖出来应该能单价应该卖到六万了 这个别墅区项目 好 接着说 穿沙这个就学前啊 就学前呢 都是绸缎店 服装店啊 所以要买衣服都到那边去 然后呢 很多人呢 也都知道是饿死仓奸 但是不知道这个饿死仓奸啊 是是怎么来的 饿死仓奸呢 这个呢 要从他的名字 做起仓奸呢 以前就是这边是这个存仓库的 为什么存仓库呢 当时这个书元璋啊 打过来和张世成在这边夺苏州嘛 然后就把苏州城团团围住了 围住以后呢 这个老百姓就是指望老百姓到时候 呃就指望老百姓顶不住了 没有粮食吃 那么就投降 但是呢 那个老百姓呢 就说我们可以在苏州的两块地方 种水稻 在那两个地方呢 苏州人都知道了 一个叫南园 一个叫北园 啊 所以老苏州的概念里面呢 南园北园也是很荒的地方 都是农田 然后种完水稻以后呢 就在苍街这边盖了很多的粮仓 那因为这边是粮仓呢 所以也没有人居住的 那只有哪些人居住呢 都是从苏北啊 从其他地方逃难的人过来 那那些人过来以后呢 叫什么呢 叫用这边的方言呢 叫滚地龙 滚地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家一荡 它只有一根草席 一条草溪 晚上就躺在这边地上 然后呢 很顽强啊 他们就慢慢的 这边剪块砖头 那边剪块木头 就把自己的这个家 搭建起来 那么就住在这边 苍街一带附近 然后另外呢 后来到这个80年代以后呢 这边就开始有很多 这个私厂啊 仿私厂 私制厂 然后大概有三四十家 然后这三四十家呢 都在仓街这一带 都是干仿杀的 仿资的 然后最后呢 这些这个私制厂呢 就并起来 叫镇亚私制厂 也变成苏州的四大私制厂 这个之一 镇亚私制厂 然后呢 这条街呢 依然是没有什么人住的 因为也有很多滚地龙 然后又是粮仓 然后又是一个工业区 连吃饭的地方都没有 大饼油条汤啊 什么吃点心啊 什么的 一百样都没有 所以呢 这个地方呢 就叫做饿死仓鸡 你看我从这个干浆路啊 过来到现在 到现在依然是路边 没有看到任何餐厅 没有看到餐饮 是吧 这个 所以呢 大家 所有人都马路呢 就基本上 不会到这边来斗的 那苍牵呢 有一个虾子是算命的 但是具体在哪里呢 我也搞不清楚了 因为那个是我小时候 很小的时候 可能读初中版 还是读小学的时候过来 请这个算命 请算命的 整个苏东城都知道的 苍接这个虾子算命很有名的 然后后来呢 我又陪其他人也过来算过命 我不知道现在这个还在不在呢 他们夫妻两个都是盲人 据说是怎么找呢 就是可能要到那个苍接一口水井的地方 然后在当地的这个居民啊 你问他一下 他就会支给你 那边是算命的 以前算命多少钱啊 我记得我那时候算的话 大概十块钱吧 后来我在陪人去的话 大概就五十块钱 我不知道现在这个老龄家 还在不在了 但现在已经没有人算命了 好 说着说着 现在就走到这个十四路口了 叫白塔东路了 白塔东路前面一段呢 依然是苍接啊 可能就是算命先生住的地方 我们呢就直接往回走了啊 事后每条街啊 它都是一个小型的一个集群嘛 产业集群 太监路就是餐饮 北局就是文化 电影 戏院 然后这个仓街 就是梁仓和这个私脂场 然后呢 钻珠像 钻珠像呢 是卖眼镜 就学钱 就学钱呢 卖服装 丝绸 西式街 西式街呢 是花鸟鱼虫 葡萝 西式街 点赏 点赏 出来 点赏